- 大家好,我是GoToMe,大家好,我是根根姐姐,前阵子我们的频道有公开了这个退环境的影片,那还没看你训练家记得点右上角的资讯卡回去看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呢会比较快进入状况,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提出一些关于标准赛制环境变更的一个题目呢,来跟各位训练家做一些讨论,啊,虽然画面上只有我们两个啦,不过我们今天要用call out的评论, 方式和其他的主播赛评们来讨论讨论啦,所以打电话跟大家聊聊天嘛,毕竟我们的标准环境的赛制变更算是一件蛮大的事情,那我们在讨论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训练家在留言区提出你们的看法哦,OK,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直接call out吧,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播小六啦,我先马上打点他好不好,嗯,会接吗会接吗,会接吗,完了,哦,喂, 안녕하세요,你好, 你好,小六,你在忙吗,我们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你耶,不问,我想问一下哦,就是第一标哪些宝可梦退完键之后,你觉得对赛场的影响比较大啊,比较大吗,对我自己影响最大的是特殊能量啦,因为我的鼓月鸟在第一标之后,就已经受重伤,接下来我们特殊能量退环境,幸福在V是不是也要受创啊,就是像可能强力无能量嘛,就是已经要 是,你看我们的标准环境的,会有一点点小难受啦,真的,那像其他的卡的话,在之前大赛有很好表现的无极泰娜V啊,超龙高龙V,他们也是即将退环境的朋友,另外还有像是大家常用补手牌的好朋友,他制服V,然后冯英特性的焦热双弹瓦斯啊,小聪明智灰星这些,那另外,像找训练家很强烈的叠爆特性变特性跟前面B退环境,你们是不是也很难过呢,哦,我只能,我只能说 特别是这个叠爆的千变B,还有变色系,真的是在算见证环境,可能2022年的尾端最红最红,而且是最多人使用的一个功能宝可梦了,那另外如果对赛场环境就是影响最大的,我认为啦,应该是彩虹卡系列的吧,你们觉得呢?啊,AR卡吗?AR卡2,有没有?对,AR卡啦,像一佩尔塔2啊,像我们最近大赛,洛奇亚战比这么高,是不是在纯洛奇亚V排组搭配组大鸟的特性,这些AR卡就是常常会有很好的发展 那在退环境之后,他们是不是直接就少了一个最强的攻击手的呢?我觉得不只少了一个,应该少了蛮多个的,然后像极光能量也要退环境了,所以可能暂时会没有比较适用的特殊能量可以让洛奇亚VSTAR跟史物大鸟来做搭配啦,就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很厉害的出现吧?嗯,蛮期待的,那更别说这一次退环境还少了像星球啊,还有金化薰箱这种很好用的物品卡,真的,而且刚好提到了这个物品卡, 那这边想要问Ryu的第二个问题是,像是宝可梦道具气球这张卡牌啊,它可以让宝可梦的撤退变得比较轻松吗?那这张卡牌已经即将要退环境了,那你会在它退环境之后会有点怀念这张宝可梦道具的感觉吗?不要说怀念,我非常的想念它!最近我自己玩的都是娱乐型的牌作,很多都是需要透过换位来发动一些效果,所以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会动不起来啊,是不是?我不能没有气球! 没事,现在还有海滩场地了啦!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嘛,就是当这个东西可能退环境了,但我们就会想办法让它撤退这件事情,换一个方法完成它,这算是一个脑力激张的过程,还不错啦!没错啊,就需要再想想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发动啦!好,那我这边要问一下小六,玛丽这张资源者要退环境的情况下,你觉得裁判有没有办法取代它,成为一个干扰对方手牌的资源者呢?我认为还是会耶,因为像在玛丽这张卡都现以前,我们大部分都是使用裁判跟从硬章来, 对对手造成一个干扰嘛,那在去年就是从进一张退环境之后,我们干扰对手手牌还可以使用像杜鹃一张卡,确实!像我个人喔,我个人就是这个4玛丽的这个信仰者,就是我觉得4玛丽是很强的一个个人配置,血兔也是!什么博士研究放4张不要,我要4张玛丽!因为你想,你看玛丽,你还可以多抽一张,那裁判的话两边是平手一个公平的概念嘛,那能多抽一张,我当然要多抽一张!没错! 好,那这边最后的问题想问一下小六,如果在开放赛制的话,让你选一张卡当作你的代表,你想要选哪一张?开放赛的话,我当然就选古月鸟! 古月鸟VMAX吗?VMAX,对不对?是!而且它又可以搭配我们那么多特殊能量,还记得吗?回收能量!没错!回收能量! 强欸!可以可以!我已经期待那个古月鸟VMAX用招式的时候,然后紫金币直到20分钟过去了!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大赛吧,古月鸟之类!还有人摇骰中的! 没错!好,那谢谢小六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小六!谢谢!谢谢!我没想到又要到退缓镜的时候呢!没关系! 那还请各位多多帮我们介绍新的卡片咯!我们会努力去想出更多有趣的combo的!就期待啦!好,拜拜! 好,马上再来我们的第二位来宾,是我们的疯狂老爹! 老爹! 喂!老爹!你好! 你好!我是骆驼比较好! 你好!我是跟龟子君!有点不要这么客套吗? 好,那我们这边有几个问题想问问看你喔!在地标哪些宝可梦退环件之后,你觉得对赛场影响最大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可能是一些V或VMAX比较强力的规则宝可梦!但是我觉得的话一些非规则宝可梦会比较来的重要一点!因为像是什么蝶豹的变色锡啊!小聪明的智慧星啊!他们的特性其实在未来不一定会重新再推出!所以他们的效果其实是蛮难得的! 这些系统啊!那这些系统脱离赛场之后,其他像是X制服V啊!之类的一些铝牌的宝可梦啊!之后的效果都可能出类似的!但是像蝶豹变成细小聪明智慧星这些机会就比较低啦!所以我觉得这些比较影响赛场! 所以他们的独特性其实算是在特性里面算独书一格的感觉!很难得啦!好!那这边想问老爹的第二题是,有没有哪一张第一标几张退环境的宝可梦呢?是你希望他的特性或是招式可以未来在其他的宝可梦卡牌上面再次出现的? 我最想要重新推出的是那个昌翔V的不老指尖!可以抽三张吗?对!我觉得这个特性设计的非常好!简单暴力!你需要抽卡就可以抽卡!需要抽卡的一些非规则的牌组也可以用啦!然后牺牲一回合就可以拿到这个快速抽卡的能力!然后有的时候又可以填能量!是非常非常好的特性!我懷念就是有一些不太会打牌的小朋友!就是可能一些新手的小朋友!他们在打牌的时候都是用这幅牌组当做乘骑式牌组!因为只要特性 就可以填上的能量非常的强大!哦!如果你想要这个就是回合结束抽三的话!我可以推荐你一张啊!叫骆托姆V啊!我知道!即刻冲地也可以抽三啦!这位老爹我还有第三个问题想要问喔!关于这个仙机球和巢穴球啊!你自己觉得你比较喜欢使用哪一张卡!为什么?我觉得各有优缺点啦!因为仙机球的话必须丢到一张手牌嘛!但同时又有一些牌组会需要用到丢手牌的这个效果! 就可以压牌嘛!那巢穴球的话不用丢弃手牌!但是却必须要直接把这个宝可梦设置在后背区!所以如果说硬要选的话!我还是会比较喜欢仙机球一点!因为有时候手上有一些想要就是丢弃的卡片!使用仙机球就可以发挥到回到的效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基础宝可梦是必须从手上下到后背区、备战区才可以使用特性!没错!像大家都知道的一些霓虹与V啊!这类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哦!未来呢!使用巢穴球去抓这个霓虹与! 如果用VV的话就尴尬啦!特性就没办法发动啦!这个夜光标志是不会发动的!对!没关系!可以把你和VV放在背战区然后用水回旋嘛!也OK啦!也可以啦!那也是可以啦!好!那最后题我想问一下老爹啊!如果让你选一张卡!可以让你在开放赛再见到它的话!你会选哪一张卡?因为这个最近我们的珠子啊!推出了一张很强大的这个摔角鹰人!摔角鹰人是我最喜欢的宝可梦!放3S15的!对!可以放3S15!我觉得如果搭配回收网的话就超级强大! 可是回收网已经说再见了!所以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再去玩开放赛制的话!我一定会把它组成牌组!用回收网搭配摔角鹰人!感觉就是铺商牌!我已经想像到那个回收网搭配加勒的神温胸加摔角鹰人的combo了!就一直铺商牌子!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帅啊!所以回收网我们开放赛见吧!好!谢谢老爹!谢谢老爹!不客气!拜拜! 拜拜!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位来宾是我们的戏福蛋文奇!他今天不在!我们就用call out的方式来打给他吧!好! 我们在摄影棚!刚好想到一个企划想问问看你的意见!我要问你一些问题!好!请说!就是我要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个低标啊!哪些宝可梦退完键之后你觉得对赛场的影响最大!影响最大!我想一下喔!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宝可梦卡都会对特定的牌骨造成影响!所以我会想要选一个比较通用的!就是影响大部分! 我应该会选叉字符一耶!其实我有想到!对!其实我有想到你会选这张卡!对啊!因为我的每副牌几乎都会放叉字符一!都方便我在特定的时候可以拿来绿牌啊!加速进展这样!虽然说之后还是可以使用霓虹云V的夜光标志来找不是研究来绿牌之类的!可是就会因此用掉一回合一次的支援者!我就还是有差啦!好!那接下来下一题要问我们的幸福战士!你觉得如果在没有进化熏箱之后呢!你会不会增加你使用像是超级球啊! 高级球啊!甚至像是捕获熏箱的一个使用率呢!还是就靠右手就好!我可以回答靠右手吗?不可以!现在在录音不可以!我想我应该会使用高级球啦!因为如果我其实还有想到其他的卡!如果用遥遥奶昔的话!可能就会错过使用进化宝可梦特性的事情!而且只能一支而已!对啊!所以我会觉得用高级球会好一点!稍微稳定一点啦!稍微稳定一点! 是的!那我这边问个第三题好了!像是这个特殊能量啊!什么高速雷能量!岩石斗能量等等这些!也即将在这次一并退出标准环境!那请问你觉得影响如何?我第一直觉一定会觉得就是影响到洛奇啊!Vista啊!因为毕竟没有了强力无色能量!不过能量等等!这是激光能量!对整体来说其实是蛮伤的!其次的话!我想想看!应该就是幸福大V!确实!就你没有强力无能量可以用了! 是啊!因为这些特殊能量一直都是这两副牌组的优势啦!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只能期待出其他新的特殊能量咯!我自己是觉得啦!虽然说可能像毕竟你刚提到洛奇啊!Vista!他现在的整个构组就没办法再做使用!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可能他整个打掉重练!但他也有机会再次出现一个很不错或是很特别的特殊能量!特殊combo!都有可能产生!所以这算是一个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训练家!值得期待!脑力激荡的一个能力了!是的!那在最后呢!我想问一下 现在幸福大V!如果选择一张卡让你当代表在你的开放赛制作使用!你会选择哪一张卡片?我想一下喔!刚刚讲的都宝可梦卡喔!气球好了!气球吗?怎么说?因为我其实自己的牌座也是蛮依赖气球的!我觉得他装备在自己身上啊!你可以一直的去使用他!就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应该会选择他!嗯!确实!撤退比较没有压力啊!而且你可以先换上去有气球!然后再思考一下说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派谁到战斗场!对!没错!很方便的! 好啦!谢谢你啦!今天没有来!摄影棚还要打扰你!没事啦!我们下次见啦!好!下礼拜见啦!拜拜!拜拜!拜拜! 那接下来我们来打给CEO好了好不好!好!会不会接电话呢? 喔!喂!喂!喂喂喂!你好!请说!现在有空吗?我们想问你一些问题耶!有空是有空!大家看你问什么问题!问这个跟宝可梦卡牌有关的问题!那绝对是有空!那绝对是有空! 有空是不是!好好好!那绝对问吧!有空!有空!就是第一标哪些宝可梦退环境之后你觉得对赛场的影响比较大呢?第一标的话正常来讲好像第一个会先想到的应该是XXV吧!不然就是蝶爆的变色系家族之类的!但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我觉得是双蛋瓦斯耶!加勒有双蛋瓦斯吗?对!因为可以索特性嘛!那是我很喜欢的一张卡牌!嗯嗯!好!那这边有第二题要问CEO是!那在标准环境之后呢!因为已经没有了回收网嘛!那你觉得 会对于像放逐系统这样的牌型或像是Turbo类型的牌型会有很大的影响吗?我觉得差很多耶!因为你回收网等于是一次换位跟把你的特性重置!嗯!所以就真的会差蛮多的!如果是你刚刚讲的像是放逐的牌型或是Turbo的牌型的话!梦幻啊!跟花雕皇皇我觉得都还差蛮多的!甚至不只是他们吧!我觉得光是一些!就是! 非规则的宝可蒙有差!像是猪神家族之类的!雷吉吉卡斯!对!雷吉家族的也会有影响!嗯!确实!那我这边有第三题想问一下CEO!我这边有几张低标的竞技场卡!如果让你有自己排名强度的话!你会怎么排?来!首先是!草鹿竞技场!泥光森林!训练场地!以及!加勒尔矿山!还有!洛兹大厦!你帮我稍微排个名好了!嗯!那我就先从最前面开始排好!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训练场地!原因是因为大多数的牌组都能使用! 天人也是宝可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对!那在第二名呢!我应该会排给的是!加勒矿山!哦!控制!我会放给他的原因是因为!自从梦幻出现之后!很多的牌组大家都玩梦幻嘛!或者是很多牌型他都不会放!宝可蒙交替!确实!所以我觉得在没有换位手段的时候!矿山对很多牌组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嗯!但!消失之后可能就会有点!难去限制这些宝可蒙了!是!然后在第三名呢!我应该会给洛兹打枪! 我会给洛兹打枪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梦幻的牌型使用率很高嘛!哦!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常在赛场上看到他!所以我把他排在第三名!那接下来呢!然后在第四名的话!是迷光森林跟草陆竞技场!那我这一票第四名我要给到迷光森林!哦!也会给迷光森林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对我来说!他是一张!高风险高报酬的卡片!的一张竞技场!嗯!那很多牌型像是!光辉吉拉奇啊!或是那个!Pokemon GO的暴力龙等等的牌组!都是有机会! 用迷光森林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确实!那我觉得就有差啦!就是!玩起来会不别的愉悦!但!对我来说!会把他排在第四是因为!高风险高报酬!但通常都是风险骰到那边比较多!就把他排在第四!OK好!可以理解你的选择!第五名就只能给到草陆竞技场!我不能理解!这样讲是!原因是因为!我比赛播蛮多的嘛!然后打比赛也会满场打的!我自己是比较少在赛场上看到草陆竞技场!因为草西宝可梦的牌组也该是比较少一些了!所以我把他排在最后面的牌组! 不能不能理解!你忘记我的泡泡拓的VMAX了吗?哇!这个草鼠训练家! 那个!同久以前的你还敢! 哈哈哈哈哈哈!那也没办法! 还有一个!我可以提一个!雪兔的树林龟!还有土台龟!龟龟也是可以玩!没错!那最后的话我想问一下CEO!如果选一张卡代表你在开放赛想要玩他的话!你会选择哪一张卡?我私心的话会选择藏马兰特B吧!最近推环境的那一张!因为那一张牌呢!是我在赛场上曾经打败过很多人! 无极泰纳VMAX的牌!所以我会选他!因为他之前有在RL的时候!我记得也有用过!就是搭配路卡利欧跟美露梅塔GX的那套牌组!去把对方有点磨到资源都耗尽的感觉!没错!这是我非常自信的牌!我以前在还没当赛兵之前打过大赛!最少也有7胜!所以几乎都是靠他一路把我赢上去!所以我非常喜欢他!哇!宝可梦VMAX看到藏马兰特V真的是很头痛!就是最好的伙伴吗?没错!好!感谢CEO!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辛苦啦!感谢你! 好!那我们下次大赛见喔!拜拜!接下来我们来打给志琪吧!志琪吗?没错!他一定会说什么粉碎之锤啦!之类的吧! 回接吗?哦!喂!喂!志琪你好!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方便吗?好啊!请说!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退环境第一标哪些宝可梦你觉得对赛场的影响最大?我可能会选加勒尔双弹瓦斯欸!因为他的特性是可以消除其他的特性所以导致了一些牌会遇到他的时候非常的难产!那这个时候可能在没了他之后就会有很多其他怪怪物 牌会开始跑出来!哦!因为特性非常多就跑出来!因为特性很强大所以就会需要有加勒尔双弹瓦斯来压制这些特性嘛!没错!哦!不过说到这个锁特性的话消除特性我们这个GX合作猫里面呢有收了一张叫做要缺人!哇!他这个就好像恶作剧之心吧!超级强!泰斯来锁对方的那种特性的也非常非常厉害!哦!那看来又要再阻起来啦!感觉志琪可以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哈哈哈!没错!我们这种和平派的玩家一定是不让大家打架的!好!这边要问志琪的第二题! 有没有哪一张宝可梦卡牌是你觉得他在退环境之前呢?你会觉得在这个场上遇到他的时候特别难缠特别去处理的一个对手?哦!如果是这题的话也是双弹瓦斯耶!迦勒尔双弹瓦斯!哦!因为我前阵子刚好在玩洛奇拉!洛奇拉遇到的时候真的是头有点痛!然后此外自己会玩这个迦勒尔双弹瓦斯的牌子嘛!你知道就玩那部牌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自己会觉得就蛮难缠的!就会觉得在打开的时候看到对方也是迦勒尔双弹瓦斯!哇!那知道这个对手感受的痛楚 要在自己身上发生了!真的是会很难!很累啊!会想说完了!这场要打很久!我们要打很快!哇!我的四五大鸟永远做不出来啊!有可能做出来就再也填不鸟人了!没错!好!那我这边第三题想问一下志琪你觉得前阵子崛起的这个超新星洛奇拉遇斯大!到之后的赛场上是不是出现率会比较低一点了呢?会不会比较低!我其实不敢讲!就有点像之前三神的时候大家都说接下来要什么了!然后会掉!但因为我觉得洛奇拉加十五大鸟的填能能力真的太夸张了!嗯! 然后他又很迅速!所以真的要跌落吗?我觉得还好!自己感觉不会那么糟!哦!所以志琪的想法应该是有可能!虽然说可能少一些特殊能量!但有可能会因为新环境的一个变化!导致他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构图!但他的填能系统还是一样的强力!没有错!因为他就是一个一阶进化!进化上去马上可以放入特性!然后较量之!他的结构就如此的单纯!嗯!然后你每回合就可以填四颗特能加一颗手填!这个就是太强了!这只要有新的特能 出现!他就会持续的强大!嗯!我相信确实有机会!而且我也蛮期待就是有没有玩家可以在他可能比较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去研发出一套很特别的新牌!我觉得一定会有更好玩的牌组跑出来的!那我这边问最后一题志琪!如果在开放赛制让你选一张卡当作你的代表卡片!你会选哪一张?我的话我觉得我会选炮虫!哦!敲龙炮虫V!炮虫真的很强!他好厉害哦!不要锁道具了!第二回合!多美妙!我们今天都不要打架! 诶!我觉得后宫就有机会做到就是了!而且我还要说!在开放环境里面一定可以用得到啊!因为在开放赛制里面有古兹马哈拉跟雷霆山!哦!所以一定做得出来啊!对!一定非常好做!那时候最美妙的就是第二回合直接天狐然后开始锁别人!我记得那个combo是联手呼唤古兹马哈拉雷霆山!然后高速雷能量!然后就不好意思麻痹伏特!那我只能说啦!志琪刚刚提到也算是过去一段很美好的时光!当然在开放赛制!美好!很美好啊!但在开放赛制我相信我们一定 还有机会可以再体验这样子很棒的一个combo!是!好!那我们就谢谢志琪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志琪!谢谢!谢谢志琪!拜拜!辛苦了!OK!那今天来宾的call out就差不多到这里啦!不得不说!大家的观点非常的类似啊!我只能说就是这种讨论的!彼此交流意见跟想法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最后想要问一下各位训练家!你们觉得在这个新环境当中!有没有哪副牌可能会斩肉头角呢?都欢迎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哦!我觉得在这个影片最后我一定要稍微讲一下!除了这个! 我很怀念的支援者玛丽之丸呢!我还有一个点要提就是!破破多了!VMAX!虽然说!他要在这个标准的环境当中!可能先先行告退了!然后去到开放赛制的环境!但我相信!他在开放环境跟我的这个木木消息!还有阿罗拉野弹数据X!一定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牌子!他们可以开一个很好的同学会!啊!没事啦!草属性的宝可梦还那么多!慢慢找寻!也许会找到你的真爱!对不对!好啦!那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向这些低标卡片呢!他们一路以来在我们的宝可梦卡的路途上呢!跟我们一起建议了这么多 美好的回忆!感谢他们陪伴我们!多过这么多快乐的时光!但没有关系!我们就开放赛制!再见!没错!那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环境的到来吧!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成为最后面的上片通知!我是Rooton,我叫好!我是Rooton,我叫好!我是Roo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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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Rooton!我是Roo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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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